高师兄 这些年始终像个外人 而那妖女仿佛是师父他亲生女儿一般处处袒护 门主他老人家年事已高 轰溃不中用 加之病重难医 高师兄何必把他放在眼中 这门主之位早晚归属于你 你懂什么 若不是师父他亲口传位 便是夺了这门主之位 我这心里也不自在不痛快 高师兄你 云儿怪我怪我喝多了 奴家自幼寄人篱下 师兄心中的苦闷岂能不知 得不到师父他的真传 一切都是徒劳 恨知恨那妖女悟性颇高 恕法了得 师兄若想提升恕法修为 奴家倒能帮忙 只是不知师兄愿不愿意一事 你骗哪 太细腻了 太细腻了 可怕上不够对付那妖女 原来 可否将此法也传授于我 好让我住门中的弟子来 也提升至少 太细腻了可能怕 被他顶着 可怕上不够对付那妖女 原来 可否将此法也传授于我 好让我住门中的弟子来 也提升至少 太细腻了可能怕 在他顶着 那就有劳云儿在这岭上布阵 助我等一臂之力